你看我們現在過去的一堆 一堆,到這裡的時候多的都會調掉 這個擋板擋下去了 所以它只有一個在後面 現在擋板像溜花梯一樣下來 這裡面的結構都完全相同 那只是把珠子放大,整個都是透明的 所以它的所有的機構就可以一目瞭然 很清楚 做教學不錯,做機構 對,機構的教學是... 那這個就沒有辦法 這個是小一點的 這個比那個小很多 那你看 有沒有可能三面做壓克力 當然可以啊 就是你板子用什麼切而已 就是一面用壓克力,其他用這樣子 一定可以的 這一個就可以了 這個我們自己切齁 我跟你說,你就算切壓克力啊 你拿2mm或3mm的來放夠夠 因為本來寬度就流過 就可以放一面是透明被看到 但是最主要是這一個機構 這個機構一定要做透明的 因為你才可以看到那個 它的隔板 紫密板這一塊 我們再看一次 你看喔 我們這樣轉了之後出去很多對不對 然後這個板子現在是張開的 到這裡的時候 它開始有一些 我們多的開始拔下去對不對 它擋下來了 所以就會有一顆在這裡 這空間要算好 它要留一個的空間而已 過來就是它 全隔板喔 不用電腦的喔 有沒有,真的生氣 然後這一邊出去的時候 一推都不會出來 因為這個方向它就進不去 它就把一兩邊 對 它到這裡的時候 就算不小心進去 這個板子是擋住的 它是不可能出去的 所以只有這個單一方向 那這個版本我的改良是 萬一有人組裝錯了 你組裝是這邊出來的 我們只要換這樣就好了 那這個的話 很多人組錯變成是這樣出蛋 這樣出蛋的時候呢 你就是掉到外面去 哇,可以放防處 防袋裝置 太神奇了 就是因為太多延期的場合 很多人就是會放錯邊 太神奇 這樣子 我連上面的這個方向 我都不切了 我都不切了 因為如果人家弄錯了 就是等於是一個瑕疵嘛 那可是我們只要用這樣子的方式 它不管怎麼組完 就是一定會對 老師很龜芒知道嗎 跟那個都是要組完美的 如果你是這邊的話 我們就轉這樣就好了 這樣也會出 喔 如果我這裡面基建裝錯邊了 它就從那邊出了 對不對 它一定是有一邊出去的嘛 那如果這裡裝錯邊 重點是這裡裝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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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會裝錯啦 這整個基建 180度 等一下 這個的超度 那我來說明一下 我們先把錢拿出來 所以現在主任 你轉轉看 左右轉就轉轉看 轉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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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扭蛋一樣 跟扭蛋一樣 對對對 好 好 你再轉了 順時針 好 這邊有一個極輪的 有一個極輪的極構 這裡面完全材料是這個 密集版 沒有橡皮筋 沒有糖黃 沒有液料 那我們在轉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 有一下一下感覺 極輪 你再轉轉看 轉轉看 全雷切 全雷切 沒有別的材料 唯一有上膠的 其他都不上膠 沒有沒有沒有 我很多有上膠 沒有沒有 沒上膠 後來 有一段時間會執著說不上膠 但是後來發現 有 有 有